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可爱女女的小巫,我是湾湾又见面了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脸上的这个妆容 大家可以看到啊,然后非常的glowy 但是又对于我来说呢,不是非常的glam soft glam,soft glam,我这么说应该是对的啊 然后带一点点妆感,但是呢又非常的透亮 用的是我接下来我自己啊,非常非常非常信任的一些美妆好物 打造的这一个情人节的妆容,如果大家对这一个妆感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了,大家转换成素颜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上妆 那这一个情人节的妆容呢,第一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妆容太尴尬 第二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啊,我自己的选择是有妆感 但是稍微偏自然透亮一些,这加上我的肤色的关系啊 比较偏深的肤色,所以就是我自己在选择上面呢 是比较以这种透亮感的,就是有光感在我的脸上 让它看起来比较,你知道,glowy 所以呢,必备的第一个产品就是Shalo Turry的Hollywood Wand 我四号呢,现在是三号,我夏天的时候呢,用的是四号 我真的很,这是一款很神奇的产品 我现在最后一层呢,是这个防晒霜 我在上粉底液之前呢,我把它大量的 没错,大量的 OK 然后接下来呢,我用的这一个,Wingos的这一个刹子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比较dance的一点的这个沙子啊,然后去边染它 我的视频应该很近了吧,OK 然后大家看到我是这个,过敏的这个地方 我的妈妈了 我到处再跟大家更新 我最近买的那一些,OK 护肤品 这个三号呢,稍微有一点,Pinky Tone 就是有点粉色的那个光感在里边啊 所以就是提亮的效果呢,对于我的肤色来说要更好一些 我会打到这个位置啊 我嘴上好干 粉底液,没有什么悬念啊 TOMF的这个Trissless原品 那TOMF的新出的那个粉底液呢 目前为止我看到的review呢 给它的评价并不是非常的好 好像是150美金吧 在NOSDRUM有卖的现在啊 然后我需要再等一等 因为150美金真的是不便宜啊 看斯芙兰什么时候上了 这样的话我如果不再喜欢的话可以退掉 OK 然后我的色号呢是5.5BASIC 那TOMF他们家整个的这个线上的这一个颜色呢 粉底颜色都扩展了 对点呢其实还蛮好的 OK 它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自己非常信任的粉底液啊 这是我新回购的一瓶 OK 最信任的刷子啊 然后 It Cosmetics的这个几号 7号的这个刷子 然后 去buff的这个底妆品 大家看到我的妆感 透亮 flawless 而且这一款粉底液在我的脸上超级持久 我也不在于它会花妆啊 然后T4T会出油什么的 no no 不会 然后接下来呢 concealer 我最近超级爱着Dior的这一个Forever Concealer 我的色号呢是RWO 我已经给大家做过这一个全脸的上妆 就是我很喜欢用这一个做全脸的上妆 那今天因为我很喜欢它这一个自然Tone的这个颜色 而且我可以 你知道 全脸concealer 所以 很喜欢这一个这下妆 没事我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然后 我那一个十分钟搞定的自然妆容 那一片美妆日记 用的就是这一个 当床粉底液去用它 香奈儿的Solid Bronze 之前我有给大家分享的一个 Huda Beauty他们家那个Tentor 我的朋友说 哇 你是喜欢Tentor 喜欢这个 我当然喜欢香奈儿的更多一些 因为它颜色质感啊 就是 晕染力 要 我自己要更喜欢一些 那Tentor那一个呢 就假如说 我今天 有时间啊 想要fancy一下的话 太fancy的话 我可能会用那个contour一下 但是 OK 大家看到我这一个 Solid Truby这个高光 透露的这种感觉 我跟大家说 没买过的朋友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觉得 当全脸的这一个打底呢 T字区啊 或是你是混油性肌肤 不持久的话 你就可以像我今天这样 把它highlight 你就这一个 你想要 让它亮的这一个地方 Bronzer搞定之后呢 我们就来定妆 我用的是Hourglass的这一个 Vill Setting Powder 不会出错的一个 Luminate 有一点点光感的 这样的一个 Satting Powder 先定一下我的眼妆 OK 接下来这一个腮红啊 腮红呢 我用的是一个开价品了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Cover Girl的 Instablush啊 然后这个色号呢 是230号 然后它是这种 比较rosy的 大家看到我用了多少 就是比较rosy的这种的 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漂亮 在我的collection当中 已经N年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整理过出去啊 因为真的很漂亮 我用Smashbox的这一个腮红刷 我刷子呢 先沾上中间这个颜色 把它大面积的 你知道 扫在我的链夹上 增加一点点glow的感觉 它不是纯雾面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 一抹 flush的这种感觉 跟在它上顶头上的 有的一拼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找一个 OK 我的腮红刷在这里边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 这个深的这个颜色 弹一下粉 然后打到我苹果肌 往上走的位置 让整个这个cheek往上走 OK 好大家 眉毛搞定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化眼妆 我自己呢 最近比较喜欢的这一个 Tumford的这一个 03号 Body Heat 这一个 它新出的胯子 大家有去店里面试吗 去试一下 在你买之前 我还是比较喜欢 Baked Jelly这一个啊 它改版之后的 我感觉配方 大家都说过怎么着 那么我自己是很喜欢 Body Heat这一盘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一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四个颜色 你甚至可以用 其中两个颜色 或者一个颜色 就可以打造一个 很完整的眼妆 然后快速的出门 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 这一盘了 我自己呢 先用这里边的 这个颜色 我把它呢 扫在我眉鼓 还有这一个前边的位置啊 然后我先打一个 底 一会儿我再去晕染 这个深色的时候呢 不会太 你知道 找不着那个界限 因为用的是 Sonia G的这一个 Work 3啊 在这里边 然后 沾上这一个 颜色 有点Plumpy 非常非常好上色 这一个啊 我先扫在我这个 双眼皮这个位置 来看这个颜色 有多漂亮吗 毫不费力气的 就能晕染开 然后我就大面 就去扫它 往上带带带 往眉鼓的这个地方 带过来 让所有的颜色都过来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延展性 还有晕染力 这个颜色 不换沙子 然后我站在这个深色 然后往眼睛的前面 继续扫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颜色 有带到我眼头的位置 有多漂亮吗 真的是很漂亮的颜色 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我们再用最深的 这个颜色啊 然后我们继续 加深这个眼线的位置 一只刹子搞定 当然这只刹子用完了 你就得 清洗一下 接下来呢 我找一个 Real Tecnist的 这一个刹子啊 叫Shading Brush 这种的 但是它不是非常的扁 稍微fluffy一点点啊 然后我沾上 刚才的这个颜色 打在我整个下眼线的位置 线笔啦 Urban Decay的Whiskey 这一个 没试过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下 持久 颜色 非常的自然 好看 如果你不喜欢 你的眼线 非常你知道 突突的话 接下来睫毛膏呢 我用的是 香尼尔的这一个 的Volume 然后我用的是 Waterproof这一个啊 然后 这一个 它的亮点是在于 我很喜欢多刷几层那种 感觉像带了 Fluffy的假睫毛那样子的 我画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它是胶纸的刷头啊 这一块 下来呢 我们再 build up 一层 你就可以看看 那个Volume那种感觉 OK 但是呢 又不会聚堆 就感觉那个睫毛 聚在一起 不会刷的根根分明 又非常的Fluffy 唯一的缺点就是 长度刷不上去 那唇部呢 我今天稍微粉嫩 偏裸一些啊 然后我自己呢 用的是斯福兰 他们家的这一个口红 然后我的色号呢 是 嗯 多少号啊 3号 画一下 然后没完 接下来呢 大家看到太裸了 有点 get的感觉啊 然后活起来 当然就是加这一个gloss了 然后这个呢 是Pat McGrath 他们家的这一个 超级有名的Pale Fire Nectar 是他们家这种比较金属感的 这样子质感的口红 然后这就是刷头 我有推荐过很多次了 然后 当然你可以单独用它了 但是我觉得 加在口红的上边 要更主持一些 好了大家 那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啊 然后 呃 万文在这里呢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也希望呢 无论大家 何时何地 何条件下 大家能够 享受爱情 给你带来的正能量啊 然后我们就一起加油 也在这里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Happy Valentine 拜拜 拜拜 一 三 五 三 五 七 八 四 六 四 三 五 八 八